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今年第一季度只有4.8 这个4.8已经低于全年的5.5的标准 但是4.8我查了一下 比几个国际的指标 包括彭博 包括路透社 或者摩根斯丹利这几个财经机构的预估值都还要稍微高 但是我们这个题目是提到说 今年中国经济会不会下行到GDP不到2% 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 你老人家没有看最新的这个数据 最新的数据是今天彭博通讯社 主持人的今年GDP的评估是2% 我知道 所以我们一个大胆他就说 我刚才提到第一季 第一季是4.8 不是第一季就是整个前年的日估 彭博通讯社说是2% OK 盛明你要不要先讨论一下这个2% 我是一直认为中国GDP会有问题 因为就是太多的这种政治干预 我前一段时间说这个呢 并没有想到是疫情会 因为当时疫情在中国控制住了 我觉得对资本的打压会造成这种情况 那现在在资本打压问题上呢 应该是是过去了这个事 就现在开始重新就是要把经济搞起来 这其实也是李克强 为什么出境率这么高的原因 就谁的出境率高 就看这个时候中共他工作中心在哪 前五年是反腐 出境率最高是王岐山 那么后四年呢 是一系列的 就这种黑天鹅 这种灰溪流的事件 都是政治事件 那就是习他的责任 比如说贸易战也好 病毒也好 就这一类的新疆种族灭绝 所以他的曝光率最高 而现在经济作为重心了 李的曝光率来了 那么在现在这个疫情下看来 至少就四月份 我们就拿一个解剖一个小麻雀 Tesla在上海造的那个厂 他前三个月 一到三月份的他的量产呢 都是七万多七万八 他准备第一季度呢 是要到三十五万 结果 四月份 他只生产了一千多两 就你拿这个来算一下 你就知道 如果这个清零不变的话 对全国经济有多大的影响 就彭博社今天出来的 中国2%的这个数据 完全可能 远远低于他都可能 彭博社还有一个消息 但这个没证实 就说那中国今年传说 会拿出了一大笔钱来 就拿出五万亿 来刺激经济 五万亿是这个怎么数呢 那可是08年的多少倍了 对不对 就是现在是6.7 6.8 那基本上是08年刺激经济的十倍的数 就这个数本身就说明中国经济有多大的问题 就不是到了这么危机的关头 他不会下这么猛的药 也就从这个意思 我也认为清零 他一定会变化 他富不起这个经济 这种下滑 甚至负增长的这种代价 要讲社会不稳定 你最后经济崩盘了 或者经济停滞了 造成的不稳定 那是几千万人的失业 多少企业的破产 那个不稳定远远大于 病毒造成的不稳定 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今年中国官方 发布的第一季度的GDP成长是4.8 但是一般认为都是高估了 而且还没有算进去 三月下旬来上来疫情失控 所以整个经济的下行 压力是持续庞大 从不管从物价 从通膨 从失业率来讲 失业率突破6 这个今年高校生将近有千万人 很多人预判这个在年轻族群的 这个失业率已经突破20 你怎么样看待 中国今年GDP的增长 这个GDP增长肯定是 我觉得这个4.8是很能达到的 二季度的话 可能极有可能 从目前这个中国来看 有可能就 即使不会是负增长 估计也就是零增长 或者说这个1%这样一个水平 但是未来的 如果说这个 就看未来的这个第三季度 和第四季度的这样一个情况 假如说他确实是比如讲拿出了5万亿美元的市值的话了 那么有可能我们讲这个经济他可能会有会第四季的会第五 第三个第四季的会有一个快速的这样一个反弹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 我说是他不大可能拿出5万亿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市值来 因为这个这个5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 目前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包括这个上面的领域负担也组装说 直接给老百姓这个说说这发钱发一千块钱 还有这个认为要要发的更多一点等等的 要刺激消费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 包括他这个对经济对资本的意思放松 可能我们讲的这个第三季度开始经济舒服 应该来讲比二季度会好一点 再加上他经济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清零正在的某时调整的话了 百分之二我估计应该是能够达到 如果说第三第四季的他如果是他的市值措施更强一点的话了 有可能这个我觉得百分之三是应该估计可以达到的 百分之四点八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嗯 据到我们谈谈有关于拉动经济的三大马车 包括投资出口跟这个消费 刚才这个其实那个郁文也提到了怎么样实际消费 现在消费医院比消费能力的降低当中 你觉得就整个现在目前情况很远 投资跟出口跟消费有可能在李克强跟刘鹤的这个积极的这个作为之下 有所增长吗 我觉得很难就是说我们你看美国和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第一就是说呢 因为制疫之后啊 就是一些工厂停工啊等等的 现在导致了就是经济活动的停摆 这就是需求啊 没了 投资没了 这个消费需求没了 然后出口也下来了 但是在从疫情恢复的时候呢 其实中国也在恢复 因为毕竟那个就是说清零啊等等的那个 就在进行动态清零的控制区域比较小 那么多数地方 但是现在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供应链就出来了 因为你搞清零吧 实际上那个真正那个传播比较快 你重就是你要重中之重要防守地方都是交通最发达的地方 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他实际上虽然好像人比如像我们说长江三角洲的这个经济区 那么经济圈呢 在这个圈中上海是重中之重嘛 对吧 你把上海给封了 那其他地方就都没有办法再开工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清零政策给经济造成的最大的一个危害 就是他现在这个供应链被卡住了 所以刘鹤当时是4月11号 李克强到海南到那个江西视察前 国务院发了个文就是要求各省一律不许私设关卡 这个设关卡一定要经过什么国务院呢 去协调 那么到了刘鹤4月18号开了个会 现在看来还没有完全通 这其实呢 我觉得供应链的这种阻碍 那外贸不要说了 对吧 那外资撤离中国 现在上海要撤离上海 还有就是这个全世界现在说 美国技学家说 今年阻碍世界经济复苏的三大要素 美联储升息 俄国战争 还有就是上海这个封城 上海封城导致的上海港 这是世界最大的港口的这个停摆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只要他继续这个政策的话呢 这三大块即使有钱 那我们再说这三块本身吧 老百姓现在看来好像政府还要发给老百姓一些票子 跟过去不一样 疫情刚来的时候 那个美国是发票子补贴老百姓 中国还要让老百姓捐钱 那现在看来中国可能要刺激交费 也要发一些票子 信贷啊 等等都要放一点 再有投资呢 这块呢 是基础设施这块 政府要继续准备放 今天李克强还是昨天李克强讲的 现在还有政策空间 就是所谓还有政策空间 就说明中国政府还可以放出一些手段来 这些手段呢 放出来中期和长期肯定会有一些效 以不好的效果 但是短期呢 还不至于造成很大的危害 那中期和长期等到度过这些观众 再想法去平衡 但是我是对这个东西是有怀疑的 就是说因为呢 中国政府现在根据习近平过去 他们在搞这个三去一补的时候 搞供给色改革的时候 他们已经测算过 实际上中国的政策空间 由于前些年的温家 特别温家宝时期啊 这种粗放式的放贷款这样的发展 实际上空间已经很小了 他再这么弄的话 通货膨胀就起来了 如果膨胀通货膨胀一起来呢 我也说这个政权可是真的就比较威了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89年的那场风波 多少是和89年 这个就是88年89年之交 那个价格闯关是在一起的 何平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待这个中国经济增长 能不能够达到 首先啊 李克强没用 刘鹤没有用 一个人也没有用 只有习近平有用 习近平出来 真正发出最权威的声音 纠正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 给大家这个信心 这是只有习近平出来讲话才有用 第二个就是 中国现在的货币的杠杆没有力量 因为不能用啊 你要通过降息的方式去刺激经济 你就会产生资金外逃 所以它正好跟美国相反 美国靠货币政策 中国靠财政政策 财政怎么办 很简单 就是用钞票 就是发钱 刚才声明说 五万亿这个数字很大了 错了 远远远远不够 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 未来几个月将会出现更庞大的数字 经济这个发展 它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要激活它 不能让它死掉 美国疫情那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当时为什么发钱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不发钱 经济就激活不了 你不让餐馆开工 这个供应链就没有那个需求 工人就没有工作 这个老板就开张不了 所以他通过一个 给老板发钱 给餐馆发钱 让餐馆活下来 他就用经济活起来 现在中国的经济是死掉了 死的情况比1989年要严重很多 1989年是因为六四大屠杀 当时对政治拾出了信心 但是整个的产业没有死掉 餐馆照样开 对吧 虽然商业规模没有今天这么大 但是至少没有死掉 这一次就统统死掉了 经济的死掉 如果停了一天 他可能是你算他的GDP 算他的经济发展是365天的其中一天 但是如果经济停10天 你就不能算 这10天的损失是365天的10天 不对 可能是30天 可能20天 如果你停一个月 你不能说是算12个月里面的一个月的损失 你可能是五个月的损失 甚至要正常恢复的话 基本上要一年时间 就是说你停止一个月要一年时间 那停止两个月呢 那可不是两年 因为有一些信心一旦丧失 它是永久性的 永久性的伤害 因为发现你这个国家的乱来 无作非为 到了一种没有任何条件的功能 没有 不管你是外国人 还是什么港台人 对吧 还是什么什么人 还是投资者 已经你别看 八九年的期间 外国人是有特殊待遇的 对吧 平时和港带人士 到中国内地旅行 你的那个国民待遇 都要比内地的真正的国民要强很多啊 现在不管你 管你什么人 对吧 我通通的封死 而且这些封死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所以信心的丧失 是这一次的致命的一点 而致命一点 现在你的经济的恢复 不是说 我像一个拉密管 我把门一打开就可以了 你的工人在哪里啊 你的工人因为有了几个月的停止 有的人他就找了另外的事情出来 他人生就可能做出了另外的规划啊 就让美国现在 经济并没有好起来 但是为什么工人找不到 是因为你固执一下你的生活的改变 很多人 他的人生就改变了 所以你找不到工人了 而且你的拉密又不是自己来拉呀 对不对 你可能是别人给你拉好 运过来呀 但是别的店可能就没有了 那个生产商他没有了 那个制造拉密的工厂可能就停止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司机没有了 他有了那个司机也不知道到哪去拉密呀 所以他是一个生态系统 这种生态系统是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 但是被习近平一夜之间就毁掉了 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 严重的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 也远远超过一般商人的认知 因为一般商人只认为我的企业怎么样 或者我的企业怎么样 他不知道是整个系统全部乱掉了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决策系统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以来 这么严厉的批评习近平这么严厉的批评中共这种荒谬 他就是坚持下去 还是不改哈 还是不改啊 我们批评的已经是高温柔了吧 对吧就是那啥嘛 并没有说推翻你习近平推翻你共产党 是要改变这个荒谬的做法嘛 所以你今年的钱五万一根本不够 但是呢中国的好处是 他不受法律监督 他也不受反对党的控制 去控制 他用多少钞票 现在是没有办法的 现在你根本不能管通货膨胀 也许几年以后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二十或者百分之十 现在中国没有通货膨胀 没有通货膨胀 其中一个原因 除了你的物资供应其实没有本质上的问题 但是你主要是人们没有消费了 没有消费是什么 是没有信心的 没有信心支持中国人吗 支持中国的企业吗 那些人要到中国去投资 要到中国去办一个企业 或者要找出自己的一些人员 叛到中国去那么盈利吗 不盈利的 整个过程 要花几年时间 你说以中国的这种规模 以中国的这个市场 那么 未来 这些企业会不会回去了 我相信会 但是可能是三年以后 可能说五年以后才能建构这个生态系统 GDP现在百分之二 我说 这个蓬勃动力还是算科技的 刚才顺便也讲了 有可能更低 不太像日文讲的 要回到百分之三呢 或者是四点八呀 那今天是定的五点五吧 那我就说至少三倍以上的水放进去 先挖一个坑 一个坑不够 再挖第二个坑 第二个坑不够 再挖第三个坑 对吧 你这个桥在江上建了三座桥 没有问题了 可以保证工业了 不行 再建三座桥 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不把经济集合起来 你怎么办呀 你要地方上去发这个 消费券 那是最愚蠢的行为呀 因为你地方的财政 已经非常紧张了 你这么瞎搞 朱镕金以来搞到那些 分学制度已经把这个财政过分的往中央穿鞋 你现在地方是靠 房地产 靠土地 对吧 那都是表面上的资金了 他没有真正的长期的 这个生态能力呀 你没有钱就没有钱了 对不对 房地产不满了就没有钱了 他不是一个 这个完善的 完美的一个 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税收体现 不是啊 地方上的财政主要是来自于 这个土地交易呀 对吧 土地你怎么交易呀 你现在这个 降什么 降息 降准有什么用啊 降准有什么用啊 你降准有什么用啊 因为你这个钱拿到手里 没地方去啊 找不到工人啊 找不到这个认输啊 找不到原材料啊 这个体系建起来短在一年 短在一年记住啊 长在两年 而很多企业是三年五年 然后要恢复这个体系 可能要五年甚至更长 哎有些东西根本恢复不了了 有点离开就离开了 那些国际学校的一个老师 对不对 他好不愿意从 德国跑到中国去 为了什么什么 自己的爱好什么什么东西 他一看中国是这么一个国家 他就回去了 因为他在德国回去了以后再来啊 这样的行业很多啊 中国的生态体系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破坏 从来没有 所以我昨天说是六岁以来 最严重的 今天的 这个蓬勃通讯社的数字说 是1976年以来 第一次 中国的经济发展 变成这个样子 对吧 发展速度还要低于美国 美国是什么国家 日本是什么国家 这些国家早就是一个 相当成熟的资本主义 人家真的是走向了富裕的道路 中国还有这么多贫困人口 还本来就积累了这么多问题 所以中国 今年的这个经济 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 你看今年现在 这个这个刚才照片讲了 对吧 青年的失业率20% 但是你不知道 大学生的失业率有多高 还没有工作呢 80% 现在找不到工作 这谁造成的 习近平造成的 谁造成的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府造成的 谁造成的这些马屁鲸造成的 你为什么把一个工厂给关掉了 年轻人 对吧 中国共产党这些年 之所以能够得到一些支持 之所以能够在国际社会有这么有 有力量让美国感觉到威胁 对吧 焦虑 靠的就是钱嘛 靠的是经济发展嘛 结果你差点把这个经济发展搞成这个样子 还要羞羞达达 按照视频讲的 这个打走针 往右转的 不有病吗 今天现在谁能够反对习近平啊 江泽民 那个僵尸一样的 能站起来反对吗 那胡锦涛那个样子你们早几天就看到了 他还能够有什么行为吗他即算是 身体很好他有什么能力反对这个这个 习近平那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哪个有这个能力呀 哪个人不是贪污腐败到了极点 谁来反习近平搞笑吗 对吧 一切的问题就是你习近平造成的 就是因为你习近平 对吧 啊 大家很清楚亲自指挥 金字不使 金 亲自挖一个坑 自己掉进去 经济搞不好 你没有 和平先生能够 简单的把观点陈述出来 然后评论呢 我觉得 放到自己的节目里去吧 我觉得 咱 咱们留 不是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啊 就是说 从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磁场 效应在全球发酵 那从习近平的对几个科技产业的打压 到这次 疫情 反控的措施 让外资的这个 撤离 您觉得这个 整个 未来中国吸引外资 还有对自己国内的民企影响在哪 从外资来讲呢 我看不到 似乎现在还在增加 但是 国内的企业家们 确实是非常伤心 嗯 失望的很多 现在国内所谓流行一个 润血 润就是 因为那个谐音 就是 能跑的真的跑了不少 所以现在是大力救经济 恐怕是耽误自己 谈得最多的 他5月15号有个很长的讲话 里面大量的谈到资本和权利 的关系 就是 至少在 这个方面是一个 很大的放松的趋势 这要摆正 不论对企业随意进行罚款 讲到主体经济 他不用私有经济 但谁都知道主体经济值得什么 90%的企业 那就是主体经济 就是私有经济 我想经济是一切资本了 也是这个 中国共产党这个所谓逐渐茁壮的一个政治基础 是他的命根 他刚上来的时候真不 不在乎这个 当时GDP 甚至他觉得有点过热 就打下去几个点也无所谓 要实现共赴啊 这些 现在共赴的口号是 可以说绝口不提了 绝口不提 观察到 所以中国经济从两位数字增长到 保八保六 今年大概看起来大家现在 从屋顶尾要下滑到保二 所以我们持续在中国研究院来观察一下 我们这个直播节目 各位观众好 谢谢再次回到中国研究院现场 我是黄道平 我们今天嘉宾有 邓一文先生 黄盛平先生 王军刀先生 何平先生 我们继续想讨论一个议题 就是说外媒 美国媒体最新披露了 中国北京呢 在三月份出台一个政策 我们常常讲 北京的水很深 有些出台政策呢 有时候出人意表 但是有些事似乎有脉络可学 那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呢 影响了层面很大 三月份根据这个美国媒体的这个报导 三月份北京出台的一项政策 限制高官啊 特别是部长级以上 直接或间接透过配偶或子女 拥有海外的资产 或者是拥有海外的实体的股份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出台 这个出台的背景又是怎么样 君涛你要跟大家先分析一下 那我其实中共呢 关于海外资产的话 一直就是有一个 说法就是说海外资产可能会跟腐败相关联 所以说呢 中共在反腐中间呢 也对海外资产来进行了一些调查 因为 正常的官员他的财产呢等等这些 如果假如他的亲属不经商的话 他本人要是没有这样一些灰黑收割 实际上他在海外不应该有 大量的这种资产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实际上到了吴温的后期的时候 实际上中共的大量的官员持有非常多的海外资产 而且中共官员的亲属 继续亲属经商 那么这个中共其实在历史上制定过规定 就说党政干部不得经商 党政干部的 持续亲属的子女不能经商的都有过规定 这些规定呢也都 这个被 探作是反腐措施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会让老百姓感到普遍不满 再一个人们会对这些官员呢 他们会不会在国家利益和他们个人的这个利益的发生冲突的时候 就是这个那么会以国家利益为重 所以呢反腐的一开始 我觉得也有虽然不公开提出来但是对这个财产的 当中国民间的要求更多了 只要求中国官员公布财产 不光是海外资产 是中国官员的所有资产都要公布 那么这是 但是这个最近的这个 要求这个资产的公布呢 可能是跟这个俄乌战争有关系了 因为在罗罗斯 这个被西方制裁的时候 其中之一就是被制裁的官员被制裁 但实际上在这之前说中国中国的一些官员已经遭到了美国的制裁 像因为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呀 中国的从香港到内陆都有些官员 甚至在政协呀还是人大呀 就是这是一些副国级的官员也都被美国制裁 好但这种制裁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结果呢 有什么效果呢 我我没有去追踪这方面的消息 不过我想呢 这俄乌战争提出这个问题 好像这个是个假问题 因为这个俄乌就是如果俄乌战争中如果假如去制裁他就让西方制裁就好了 我觉得站在习近平角度会认为这个制裁他的话 其实正好比较就是帮助他呢去进行了反腐 帮助他堵住中国官员呢外逃等等这样的一些条件 这个当然了就说假如说这个资产的份额过大 会不会导致这些高层官员 他们呢反对和美国把关系搞僵 反对和资本主义的世界脱钩 这个可能是习近平呢可能担心的一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习近平实际上还是把就中国官员大量的在海外存资产 适合他这个政权的安全性 是绑在一起来看这个问题 或者是和共产党的党性 中国共产党员的党性呢是绑在一起来看问题 如果在这样来说的话呢 那个跟俄乌战争呢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他实际上是一个你是不是对于这个中国 你是不是有一个忠诚性的问题这个 呃 还有一个就是呃 你是不是对于习近平的这个指示啊 你是不是能做到坚决落实 这个坚决照办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实际上从尊重产权的角度来说如果假如说这个中国的国家的官员 能够实现公务员化的话 其实这个资产在 这个海外不在海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宪政民主国家中 政务官员是选举产生他都有任期的 如果的他任期卸任之后他就是普通老百姓 那么一般的这些公务员就是我们的国家官员的 就在中国是共产党的党者干部的多数都比公务员 那这些呢其实他们就跟社会上从事其他工作人一样 他们就是一些高级老百姓 这些高级老百姓其实他们资产在海外还是存在国内 这个也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自由选择 只要财产能做到透明 只要能做到司法独立和媒体的自由 那么他们都被这个充分监督的 没有因为海外资产影响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性 没有去影响他们职务的这个行为的这种连结 和这行政的话我觉得这些呢 不应当作为被追究的这样 但是呢因为中国现在不是一个自由民主和宪政的国家 那这个问题就是在多少年前时候呢 这个呃我记得在 胡锦涛要上来之前说在各大有一场辩论 那个左派和右派那是和平那都参加了 那么当时这个王胡平就跟王少光说了很多 关于这个呃 不好专制体制不好 那王少王就说呢OK 他说呢这个在假如在这个专制政权还在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这些学者还能为老百姓做什么事 他说我是这样的一个突发点 那么我还是觉得呢就是不能因为这个政权还不能改变 那我们这些学者就都呃 什么也不话什么话也不说了 这是意思说反正专制呢也有好专制和不好的专制 那我回到我们的问题上就是假如在中国现在还不是宪政民主 还没有司法独立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时候 而共产党的这个党政机器还掌握着绝大多数权力腐败就因为绝对权力导致腐败嘛腐败的条件还是非常强的时候 那么要除了就是采取监督之外强化监督机制外 还要不要有一些更硬性的底线性的措施高压线性的措施来够杜绝呢这个制度性的使得某一些腐败那么不产生这可能大概是习近平他们要考虑的问题 李宇晚跟这个军方提到两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三月份出台的这个宪政高官在英国海外资产了可能是政权保卫的这种担忧政权的这个可能性高为欧欧战争的影响 你来看吧 怎么样 我觉得一个大的背景可能是还是欧欧战争 因为我们讲这个这轮这个欧欧战争之后西方对俄罗斯财体的措施包括冻结这个西方跟这个政府这个官员这个俄罗斯官员这个这个政府的财产以及高官员包括这个富豪的这个财产 我还看到这个所谓这个耶伦这个美国财产耶伦讲这个说这个美国冻着这个 这个俄罗斯政府的财产是这个这个没有法律根据样的 他也讲过讲讲过这句话 但是从这个从给中国的这样一个教训来看 他就要预防这种情况 预防这种情况也就是也就是说 他倒不是说这个这个担心美国 美国西方在制裁官员个人的这样一个资产 而是因为假如说你这个官员他不是部级以上的官员这个把大量的财产都囤乱到西方去的话 那么在发生这个我们讲这个发生这个中国跟西方的冲突 比如讲发生这样一个战争行为的时候了 那你有可能你的中情度就会发生变化 你可能就更多的站在各种的立场上去考量问题 应该是从这个大的逼准出发 他是有这么一个一个考量 我认为这个要他叫要部级以上的官员 不能持有这个把自己的财产放在西方的 更他是一个中国觉得这个俄乌战争之后的 这个评估这个俄乌战争 叫如果未来海海发生战争之后 中国应该做哪是这个预生的准备的一个 这是整个大的这样一个准备的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考量的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就是我们讲这个 确实是假如说比如讲这个刚才军涛谈了 说是如果说是你这个 从这个属的私有产权来看的话 这个个人把存款放在哪里 而且他个人的自由既要他不违法 就是使得并不是说他在行政虚信过程中 因为这个财产的这个归属 这个存放归属费 会得费费费 这个做什么这个 讲这个不利于他的行政决策的话 那就应该 但现实当然当然我们讲不是 现实当然不是如此的问题 首先来讲就是刚才军他也谈到了说 你觉得财产就是以中国官员的那种收入水平的话 你是没法这个有大量的财产去去我们讲 这个去把你的财产这个存入到西方 存入到这个西方的银行 对不对啊 那么你这个存到西方银行本身这个行为的表明 你对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金融 不单是金融体制就是这个其他方面的 这个体制本身就是说不信任 那么不信任就当然是因为 这个财产来源 这个财产的来源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 你如果说你真的是正大光明的带来的 你当然就是说 你也就不会太担心 就是说哪一天我这个财产费 突然期间会门收 这种可能 这种可能存不存在 当然也存在 比如讲从我们讲对他对打压民运企业来看的 这种财产 这种风险当然也存在 但是假如说这个对官员本身来说 你这财产是自己是正当的 我想他不至于就是把你的财产的没收 就是你的财产是不正当的来源 到你犯了错的时候 他就一块给把你没收 所以他要把这个财产存到这个西方 那么这个习近平当然也得要杜绝这样一种现象 杜绝这样一种现象 所以讲这个 但是这个措施 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因为以前我们讲 律师有这样一种 也这样一些规定 但是并不是说支撑起来 就是应该来讲 不是很好 不过我觉得这个 以习近平的这样一个做出风格 对吧 他可能跟其他的 跟胡锦刀 跟江振明等等都不同 他如果 这个从他要做的事情来干 我们讲就算这个清零 比如讲就刚才谈到的清零的问题 就是不好他一样给他干下去 那么咱们这种所谓的 在这种所谓 就当中国跟外国发生 这个这个打得非常有 就是说有三千道鼠文 国家这个黑身利益的这样一个 这个情况下 那么他采取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防范措施 我觉得应该来讲 在目前的状况上 可能比以前 应该来说要 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声明我们其实这个海外偿妇 尤其中国高官海外偿妇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那之前 但其实不止在西方 不止美国加拿大 这个当初之前的香港跟新加坡 也是所谓偿妇的一个 一个destination 一个目标 一个目的地 那之前美国媒体非常关注 像王岐山啊 韩正啊 甚至温家宝之间的一些海外偿妇的问题 你怎么看待中共最近在这个此刻 此时此刻出台这样一个政策 我觉得这个主要就是反腐的 一个步骤 就是谈不到是他被没收 因为这都是贪官的东西 中共不大会去贪官的财产 那么那么担心 就是太不符合那个逻辑了 矛盾 西方有这些政策 反而使得就是 中国贪官不大敢在西方 在长一财产 就这种财产问题最早是出现于 就是2010年12月份 就是阿桑奇呢 被国际刑警通通击 他创办了那个维基解密 维基解密呢 当时就变了 有真有假 就有很多故事出来 就是那一年 美国之音上面呢 就报道了一个 就是也是一个著名的评论家 就说维基解密 报道出前期生是美国间谍 给美国干了十年的活 另一条呢 惊人消息就是中共高官 包括王岐山 在内 但是几乎所有的 在瑞士有5000个账户 所以账户呢 中间4000多个 已经都严明正深了 还有一些不清楚财产 这最早的关于海外 这么一个说法 那么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当时 我们看到的那一天 我们忘了是军涛还是胡平 我们就在谈这个事 就说是真还是假 因为那个时候维基解密 每天出来就是 几万条吧 你根本看不过来的东西 后来大概基本上也知道 就是 也说一个我们都认识的老朋友 就编了这个故事 把它放到维基解密上去了 也算是个谣言吧 大家都相信 为什么知道是个谣言呢 但他也没承认 就说 事发的当天 我们看到的时候 正在开会 觉得说这是不是真的 有朋友问我 我说我觉得非常可能 因为现在中共高官 海外唱掉银子 太普遍了 不常反而不正常 至于说前期深当间谍 当时 我觉得也有可能 因为中共也没有 这种人也不少 包括一强声这些 但是为什么第二天 你就说这是假的 就是很简单一个逻辑判断 就如果说前期深 外交部的部长 国务院副总理 做美国间谍这种事 在维基解密上爆出来 我们不是 当时不是专门干这个活的 你可能没看到 但是全世界几百万记者 不可能看不到 所以第二天 当我们看到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太古时报都没有这个报道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优势伟老兄编的故事了 后来有一次是当他的面也问过他 所以说你看到那个维基解密 五千个账户 前期间间谍这个事 他说就是有的 删掉了 就删掉了 那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了 就维基解密不是国内的东西 他不会删掉的 而上期也不会去删这东西 他自己被通缉 所以这个故事最早从这来的 其实中共很早就已经有一个政策 至少在习近平时期就开始的 严格执行 就是申报官员的财产 主要恐怕就海外财产是被盯到最近的 我有一个算是发小吧 在上海曾经也是中国官的 他就最近被判了14年 就洗以后 其罪名之一 就是他在海外汇丰银行 有60万的港币的存款 没有申报 这个大家如果去查的话 就可以查到这个人 判了14年 所以对这个人其实已经有这个政策 海外有什么 尤其当薄熙来那个事件 他在尼斯拥有一个房子 那房子到底是不是他的 当然很难定义 大量的存款 说5000个 就是几万亿 这些基本上是故事 就跟说是汪七三 就有位姓郭的朋友 说他有多少 2万多亿美金的资产 用787一飞机一飞机的运出来 那个就 就你不用人证也不用物证 基本上就知道那就是个故事 就是个谣言 原因很简单 全世界500名符号 总资产加起来也不到2万亿 他老王一个人不可能有这么多 对不对 再加上那2万亿还是运出来的海外财产 又有多少呢 还有人民币 还有20万的 国内还拥有 通过就是一些反腐啊 一些资产整顿啊 也就是他老兄弟有的钱 已经超过了中国国库的总和 还得加 就还不够 就这个故事 中共在海外的财产 至少我出来时间很久了 我想从中共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吧 的子女 我该见都见过 你说他们在海外有没有财产呢 肯定有 他在这上学 他就得交学费 那就是财产 对吧 至于说是贪官 他不放心 钱在国内 放到海外 这点呢 红色赌判也交代得很清楚 在那个张碑丽最后交出他的钱的时候 他说 钱在国内就不是自己的钱 以后赚钱呢 可能还是要大致嘛 就是放到海外 如果你读过那个书的话 在国内的时候 想什么时候收你就收你的了 所以很多有这个动机 就是赚了钱也好 他会打到海外来 或者海外赚的钱 他就根本就不 就不回头 那个钱就体外循环了 这恐怕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海航的资本 有很大一块是在海外 就不光是像黄建林也好 去买那个远线 不光是像那个 吴小辉 去买美国的那个Wordoff 海航更是购置了五千 五百多个亿吧 美金 这些其实都是 一个是海外的体外循环 一个就把国内资产的导出来 这中间肯定不发贪官的钱 这种钱 你用不到禁止 他本来就是非法的 不不在他那个禁止之内 他现在所谓禁止的就是你在体制内的还在 就还没有就是造反的也没有贪污的 你有一些资产也没有申报 或者怎么怎么样 只有对他们有效力 对其他那些人根本就是可以说是无效的 他本来就是非法的东西 就好像你说一个人抢了银行 你还得叫他交税 对吧 从法理上来是不错对吧 抢了钱也该交税 但会有人抢了银行去交税吗 犯了毒再去交税 贪污了再给你申报 你那个画面有问题 这种事应该是不会发生的 我只能说 就是他对体制内的这些再一次的警告 多多少少可能也有一点在俄乌战争以后 看到了俄罗斯的很多财产被冻结了 就是里外加工 就里面也当心点 以后有钱 别再往那个耗子盆里面塞了 塞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 也是一种 其实不光对高官 我所知道的 很多就是企业家 他们也觉得不安全 把很多钱也导到海外 也有一些在中国赚的大钱的朋友 放弃美国的绿卡 放弃美国的公民 因为有个遗产税 完全回到国内 但现在由于国内的就不稳定 又要出来 可能要恢复美国的绿卡 又要做这些 这对他们可能也是一种 就欧乌战争是个教训 当美国没收资产的时候 他可不管你这个资产 你是普京的支持者 还是普京的反对者 他不管他 反正是钱他就认 他摸受了不少人 其实根本不支持普京的 何平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话题是非常刺激人的 因为民众很关心贪官污吏 他们有多少在海外的资产 我们也实际上一直在追踪这个事情 不过从维基解密到巴勒马文件 到西方的各大的各大媒体的这个报道 很少呢 有我们所期望的答案 我们也追踪过很多人的一些情况 在后面也是不了了之 除非他们用了很多的匿名 用了一些对治人 否则的话 我觉得从目前看起来 要找到这个证据并不容易 那么海外这么天落地望 都没有找到证据 尤其是巴勒马的那个文件 涉及到这么多的人 里面所涉及的 好像是 李鹏的孩子 女儿 对不对 还有几个人士 涉及的资金都不是很大 那中共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这些官员在海外建立自己的账号呢 我们知道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 他们到海外来访问 都是有安全保卫的 行动也不是那么方便 对吧 那除非他的家人 除非委堵了别的人 所谓对治人 所以实际上这份情况 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能够了解的情况 都只是传说 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在海外存了这么多款 除非他准备进监狱 否则的话怎么会报告呢 怎么会申报呢 中共有多大的能力去 去真正掌握和调查这些人的情况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可能是一个永久的黑箱 除非有一天 全世界的银行体系 全世界的 这些公司 或者是 某一些财产资料 全部都公开了 全部都透明了 也许那个时候还可以查一查 中国的官员到了习近平时代 就更加隐蔽了 用了更多的对持 或者是狡猾的方式 其实到了胡温好奇 刚才中特就讲了 确实是有一些官员 可能那个时候 钱实在太多了 中国藏不住 想办法到香港啊 到海外藏印了他们一些资金 但是到习时期 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在减少 但是 主动去报告说 我有这个财产 我觉得 很少有这样的傻瓜 而且还有个有些事情 不能定义 就是说像温家宝的家族还算不算 周恩基的家族算不算 江泽民的家族算不算 对吧 中共的这些文件呢 多半的情况之下 它就是一个一阵风 你躲过了就躲过了 高杆资历经商的事情 从80年代就开始下文件 下到64之后 就更加明确的什么什么什么 把小平自己的长子的公司都给撤销了 但是事实上呢 真正违背了这些规定人 恰恰是郑小平自己 陈云家族 郑小平家族 后来是江泽民家族 朱恩基家族 温家宝家族 李长春家族 吴光正家族 对吧 没有涉及到经商的家庭 可以说非常少 大概也就是那么以两位 以两位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形式主义 是一个表面的文章 只是一个真正做出某一种释放警告性的作用 就是一个过了这种风 什么都过去了 OK 这个中国对高官了 这次好像限制在部长级以上 所以来这个道理海外偿妇的事情 都不会因为习近平的这个做法稍微有点收敛了 我们可以继续来观察一下 不过称如刚才郡涛也提到了 这个西方媒体要去关注这个事情 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我接下来观众打赏 关注跟分享跟转发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人就会到这个地方高一角落 我们谢谢所有的观众 谢谢示威嘉宾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赞订阅 ее 订阅